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可以上网写董之声民调 这个案例非常有名 我拆穿了台湾的那些假民调 官司当然我一路连三胜 我不知道讲我们都会打官司或什么 不是 我是要告诉你民调的诡计 今天所有亲历的媒体 都纷纷在做假的民调出来 他说 哎呀 谁跟谁已经接近了 已经交叉了 已经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 都是骗你 民调最蓝的是哪一部分你知道吗 不表态的人到底最后会投谁 不表态的人还会去投票 最蓝的工夫就在这里 这些媒体都在骗你 所以我就看很多人说 哦 我已经跟谁已经交叉了 哦 已经差多少了 那如果投出来不是那个 你怎么办 大家就忘了 台湾人就忘了 所以你看这些民调 你只要心理认定说 他是利盈的媒体 你就不要信他 利盈媒体有哪几家 台湾大家都很清楚嘛 我们台湾的争论性节目 二十四比三啊 二十四家专门指挥骂国民党 三家比较中立 三个台啊 比较中立 赵少康 黄志贤 还有平秀林 他们这三个节目比较中立 其他都是一遍倒 然后没有是非 啊 你看他这领嘴 以我跟他们熟视 因为我通通认识嘛 我告诉你 我只有两个字 恶心啊 不是吗 大家倒数计时你们在 都在计时 都在看说咽喉 我在倒数计时在算什么 我在算去年已经到顶了 蔡义针怎么还不下牌 蔡义针说马上就 到年底之前就会被 被检察官抓走啊 怎么没有 然后所有那些利盈的媒体就开始 哇 天天做 天天请蔡义针去当评论 哎呀 你看 马上就说顶顶多少钱 典杂官已经掌握了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吗 棋言不是在演这出戏吗 有哪一样之争 我看马上就这两天 还跑去金门呢 昨天还去金门呢 为什么 因为看金门大桥 过去哦 我们台湾这些大的报纸在外岛是没有记者的 25年前啊 我在联合报服务的时候 联合报就派我说 不然董哥你去帮忙采访 那边在嫌疾嘛 嫌疾没有记者 嫌疾万一有什么状况 所以我就去啊 我就带去了 然后就 还给我一台 一台很重很重的拍照片 我现在想起来都想说 哇 那时候力气那么大 你知道那种 以前拍照片 不是像现在我们 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过去 不是 要把照片拍出来 照片拍出来摊在一个很大的圆筒 这个圆筒是 是实心的哦 然后把四个脚把它定着 然后再 由这个哦 再接上电话线 然后让这个圆筒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一张照片 看它的精密度啊 一般来讲 20分钟上下 你要拍比较精密的 什么叫比较精密 就是说比较清晰 然后 这张照片只能 传过去只能黑白啊 然后他就在那边 一直扫描一直扫描 就是 我看了我就 我就想说 这机器可以进博物馆了吧 叫我带一台这种机器回去 说会有照片 那文字呢 文字没问题 文字那时候已经 用手机电脑 但是 我不是要讲我采访的经过 我告诉各位朋友 我从那时候开始采访 每一任的总统 李登辉、陈水扁 每一任的县长 都讲 我仍然也要盖金门大桥 金门大桥、金门之间有个桥 每个人都这样讲 没有人盖 真正盖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马航九 县长呢 就是李欧士 漏贤了 你做事有什么用 你做事还是漏贤啊 你说我有政绩 李欧士跟我讲 我有政绩 我说 嫌疾也不靠政绩啊 马航九政绩很多啊 胡志强政绩很多啊 天天跟你栽账啊 对不对 栽账你的政绩就变成累积啊 就这样啊 柯文哲什么都不行啊 也没做啊 连英文都拼错啊 英文都讲错啊 昨天被我消遣啊 很多朋友说 哎呀小董 你英文比柯文哲好 有没有比他好 我不晓得 但是我讲 他是一个 媒体健康度这么大的人 连英文都这么烂 还敢献 对不对 Legacy到底是传奇还是遗产 当然是遗产啊 不相信你到华山艺文广场去看 L E G A C Y 柯文哲说 那叫做传奇 所以我昨天消遣他 你喜欢 你要把它换做传奇 传奇是Legend L E G E N D 我讲这个 我不是要显示 因为其实这两个字 都是很平常的英文字 我也不是要消遣柯文哲 他对传奇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建议他去听王辉的传奇嘛 对不对 我就消遣他 你去听王辉的传奇啊 王辉的一条歌叫传奇啊 只是因为在人情中都看了你一眼嘛 再也没人忘记你容颜嘛 对不对 这条歌 过年的时候我会放 各位朋友 过年的时候我会放 这条歌很好听啊 因为我现在也在设计过年的节目啊 但是我跟我们的朋友讲 选举很重要 民调很烂 都在骗你 民调现在第二个烂的指标是什么 夸大宋楚瑜 哇 宋楚瑜多强啊 你看 苹果日报 社论啊 司马文武啊 大家想 哎呀 宋楚瑜不可小气啊 宋楚瑜 哎呀 令人刮目相看啊 吹西 宋楚瑜为什么 因为怕宋楚瑜的票突然转移到朱立伦 蔡英文虽然你看他民调好像哇各家都不得了啊 怎么样啊 其实现在我看到的是三十几啊 我看到蔡英文很多人把他做啊四五十啊 怎么样 蔡英文的闲的民调从来没有超过五十 不管做了多高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看到这三十几 为什么 因为闲前很多人就会保守 他不表态 可是那些媒体 挺立的 他们就使出一个搅计 第一个搅计就是做假的民调 民调就做假的 各位 你要相信小董的民调专业是要怎么样 你现在就Google 打我的名字董志生 再打民调 董志生民调 里面就一堆新闻告诉你 我的民调本事多厉害啊 因为我打败了多少人啊 那些都是 那都是新闻啊 那是新闻的 Legacy 遗迹遗产都可以 我就讲过去世好了 但是 各位朋友 他们的第二招就是拉抬宋楚瑜 告诉你宋楚瑜周强啊 已经快赶过朱立伦了 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宋楚瑜被弃保 宋楚瑜被弃保这些票就跑去给朱立伦 蔡英文就危险了 蔡英文现在认为说文大道嘛 最新的民调我看两个相差百分之八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还能讲 但是我告诉各位 里面有很多加钱指数的东西你没有看到 很多人讲说什么叫加钱指数 加钱指数就是我要依据有非常多的数据 我去研判不表态的人最后是要投谁 就你上次投谁 你的协力是什么 你是哪个行业 我用很多东西去研判 这个东西是民调里面最难的 没有非常高的工夫是做不出来的 台湾能够做这样的民调 不会超过三家 我告诉你 其他那些都是假的 然后他们就挂一个好像很统派的名字 很统派的名字表示他很中意 比如说有一家叫两岸 什么协会 大家讲哎呀会做两岸的 这个一定是比较统派的民调 没有 那家是非常利的民调 骗你的 但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很多民调公司是险阱 险阱前半年才成立的 为什么 因为 拿人家钱 然后每天作假民调 来影响一些选民 那台湾能 很多人就 西瓜喂大便 就是说 我投的人最好能够当选 所以我要看 我支持那个人 如果不当选 我不要去投票了 差那么多 就会这样 所以你就让 民调让报纸 他们去左右我们的嫌疾 所以现在的花招就告诉你 哎呀宋楚衣不可小气 宋楚衣令人刮目相看 哇要把宋楚衣拉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怕宋楚衣的票转移啊 各位 宋楚衣是利盈的 宋楚衣利油油的 整个亲民党 你看他这几年的表现 看能就是要看表现嘛 他们有够利益 比利益的还利益 为什么又要表态嘛 亲民党这四年在立法院是有许次的 这四年来 所有国民党的政策完全反对 亲民党在立法院干嘛 他们支持柯刚啊 支持柯刚要反啊 支持反柯刚啊 亲民党反柯刚反什么 他们认为日本是日治 不是日记 日本不是战绩台湾 亲民党是这样主张 他们认为 未安护阿嬷是志愿的 这是亲民党的主张耶 各位 你要看清楚耶 是蔡英文的主张 是宋楚衣的主张耶 大家方开来看嘛 我小总讲的话 我欢迎大家来检验 看你们这件事情嘛 过去刘文雄很生气 哇 忙久上任都不更改 那柯刚 那柯刚是阿扁的台独柯刚 结果忙久改了 他又大骂 哎呀 我支持黄柯刚学生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新党有个小朋友 叫王秉忠 王秉忠要讲话 被他一路羞辱 后来王秉忠很气 把过去他骂忙很久 为什么不赶快改柯刚 等那一段影片拿出来 结果就卸了底 一看 你们就是两面人嘛 反护嘛 跟黄国昌一样嘛 黄国昌支持黄柯刚 讲得那么大声 黄柯刚里面 最招人批评的 当然很多点 但最重要就是 慰安护阿嬷 我小总认为 他们绝对是被迫 可是 蔡英文 黄国昌 宋楚瑜 刘文雄 他们通通认为是 对不对 因为黄柯刚的那个 他们通通认为 他们是资厌啊 这就是 黄柯刚最主要的 主题就在这里啊 黄柯刚的学生 用油漆喷在马路上 写什么 中华冰国滚回中国啊 蔡英文支持啊 秦民党支持啊 各位 我讲了 讲嘛 大家 摊开来看嘛 今天选举 已经到了十天了 的封关期 我们很多东西就 拉开来讲 很多人是两面人啊 黄柯昌一边挺黄柯刚 一方面 未安入阿嬷 有一部纪录片 各位在我节目上 听我介绍过嘛 我就鼓励大家去看 台湾很多好的片子 我们因为没有人去看 因为他没有笑点 你知道没有笑点 现在大家都要无厘头的笑点 他去进电影院 我每天苦口婆心 各位你看 我今年在这边介绍 多少电影 老鹰想飞那么多人 通常卖了一千两百万亏钱 小朋友写信给郭董 郭董说好 我出钱 让他到各学校去寄演 他是因为有碰到郭董 前面我介绍了多少 多少好的节目 对不对 黄又华拍的片子 王瞳导演拍的 红冲家族 我介绍非常多 但是卢伟之歌 是我们未安妇阿嬷的故事 我在节目上也介绍 各位 黄国昌说他相挺 你会相挺 你们是支持黄克刚的 各位朋友 你看很多人 嫌疾都 他就变双面人 就觉得这个人 嫌疾讲的东西不错 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 我告诉你 你看人要看长长久久 我有很多朋友 过去觉得不错 这是嫌疾说 怎么他们都变了 像李庆岩 我说 李庆岩怎么变成这样 他不是还扁 他不是还李登辉 他不是在议会把阿扁的照片都拿下来 用竹竿把它顶下来 丢到地上 不是很神勇吗 我看黄珊珊 不是亲民党吗 但是我也看他 现在 每天好像跟柯文哲在一起 亲民党 我有时候看得真好笑 各位朋友 黄珊珊 国际新党出身的 现在好像说 我获得 民进党支持 是 苏嘉全替黄珊 售其业 他是蓝之力 很清楚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东西 我真的不先讲 杨思秋是我多年的朋友 从还没有当显议员我们就认识 现在跟贵宏泰在讲的东西 我看的真正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讲 这些人我都认识 非常久 可是看人 你要看久 那就要有本事 我们也常常会看左眼 我有一个长辈 他在新党的 一幕名一主席 他爱人梁多语 他等一下马上到我节目来 请各位等一下 一主席要来 参观小董 今天 请来我们 在正台上 他非常久 然后 他也认识非常多的人 他就是 新党的一幕名主席 那他每次 跟我在这边对谈 很多网友就马上来 哇 对对对 讲哪些东西 他其实是非常有独特的看法 那一主席 你好 大家好 选举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选先于能 大家都会说 但是结果是否如此 我们真的很怀疑 那么像我 助选过 参选过 辅选过 那我们看得很感慨 那么第一个呢 所谓选贤于能 还有一个观念 那就是 选什么名义代表 议会层次 是议会层次 立法院国会层次 那是不一样的 可是现在我们的选民 好像对这个没有概念的 大家说起来都说 哎哟 他这个 不错啦 表现很好 服务良好 那是议员层次 国会不是 现在这个立法院呢 我记得我最后离开立法院 最后一场 我演讲的 就是上台啊 表达感谢大家 现在告别了 告别 我最后说过的 我说我真的内心 不希望立法院变成省议会 那么大家现在都抱怨 立法院国会打成一团了 那个可不是开会 不像开会那些 那就是说明立法院 现在已经是向省议会 市议会的 那么这种层次的 那我们真正要推一个 这个国会议员 他不是要到地方去服务 假设一个国会的民意代表 每天都在地方上跑 跑托的话 那真的我们的国会 绝对不会 过去骂老国 老国大 老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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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国大 那骂他们万年名义代表 这些万年国会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想 到台湾来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这个基础啊 立法的这个基础架构起来 还真是要感谢他们 当时吴彦桓委员 大家都说三读的话 他一定要他出来 因为他每 在对于文字上的 绝不会前后矛盾 不会脱出脱线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的国会 我们的国会就像个议会 那议会是讲究服务的 但是国会呢 要立法的 要对于真正的 对这些法的见解上 要独特的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选嫌疑呢 因为我觉得 马上就要投票了嘛 大家要选出一个 国家的领导人 一个国会的民意代表 那么多多少少投票的时候 大家是否能够 听到我今天讲的 能够大家有一点点思考 我们选出来的 还不要说贤跟难 而是失财 失味 失用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我们对于这个 这是刚才第一点 对对 那第二点呢 我们也对于有些 民意代表的参选人啦 我们对有些参选人呢 我们真的不晓得 他到底有没有主张 有没有立场 我看你今天在联合报 有一篇投书啊 对 就说希望大家 就不要垮谈那个自国啊 就看你 有没有办法去 找出人民哀叹的问题 是 你什么动机会写这篇文章 台湾都说病了 都说国家完了 这个社会病了 那社会病在哪里 大家谈的是 这证件会也好 辩论会也好 有没有谈到重点 有没有谈到重点 我们今天 很多人都说 哎呀 我们都是为人民说话 为民喉舌 但是人民今天苦在哪里 经济会好吗 吵了半天 内耗二十年下来 教出什么样的教育 是不是最大的问题 教育现在有教出 对民族 对国家 自己有一种认同感 向心力 有吗 教育教出来 巴不得说 哎 把中华民国给干掉吧 我们要独立了 独立以后怎样呢 独立能够带来经济上的 带来人民的幸福吗 大家不能够从这个根本上去看 问题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今天 怪咖 表现出来的 地方有社会有点知名度 或者是因为一个案子 然后社会的一种 起来 就变成结果了 对对对 我们其实看到 那他当然 里面有非常多政党跟媒体 在炒作这样 我今天看了最好笑的一篇文章 是在苹果日报 他写一个杨先生 杨先生他女儿 又去澳洲打工 然后就被车子撞死了 他说这都要怪马很久 我看了 我就很想说 这逻辑是怎么来的 原来他女儿原来 东吴大街快去去毕业 去快去吃事务所 然后每个月领四万五 可是杨先生说 这家公司很累 所以是血样公司 那女儿听说 有些人到澳洲去打工 就干脆去跑去澳洲打工 然后就被车子撞死 他的结论是说 因为台湾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女儿只要去澳洲 被车子撞死 所以这要怪马政府 都是马航酒 这是一个新的逻辑 我看了 我不能哈哈大叫 因为人家毕竟死人了 现在台湾很多这样的 哀叹的原因 然后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每个人都讲 我能够治国 你看所有的候选人都讲治国 蔡英文讲的最少 可是他的掌声好像最多 泛泛而谈 结果反而讨好 真正有些主张的 就认为你可能出卖 所以我要问了 我不反台独就是卖台吗 那你假设你是台独 那你为什么不卖台的话 你就往前推动啊 你就大声站出来 我就是要宣布 你为什么不宣布呢 那为什么陈水扁要说 这个只能做不能说的呢 所以很多事情都在骗 这个社会啊 也真是臭巧 两任的总统摆在一起 真的是一个骗子 这是很奇怪的 这个两任总统 马总统 扁总统 那个马跟扁摆在一起 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是 说谎诚信的 那这个年轻人毫无所觉 那么大家对于自己的方向 自己的主张 自己的立场 能不能坚持 好像坚持的人就是倒霉的 大家都说 哎呀 于不明啊 你这个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我始终如一 我现在只是个小党的负责人 但是变来变去的 每一变就往上爬 对 所以我对这个 我常常觉得说 我必然对这个 要说些话 今天在 不要讲别的地方了 台北市 台北市在我看来 就有几个就是如此的 这些都是以前你们新党 你还好意思讲 黄珊珊 对不对 李庆言 这些 哎呀 我认识太久了啦 对 都是你们新党 不是啊 这就是新党的 很惭愧的地方了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变化 他们就是 挂了新党两个字 就能够上 嗯 那个时候都是 一几年 对 那你说挂了新党两个字 那你好好就是 坚持新党的理念嘛 对不对 那新党为什么当时会 大家接受呢 就是因为新党当时 最先看出李登辉 对对 他真正的面目嘛 对 所以哦 大家就觉得哦 新党你还是看出来了 只有你敢讲 嗯 那这个时候 当时这些新党培植的 年轻人也好 那个他至少他 真正敢说话啦 但是你说话是要把他 坚持这样一个立场 对 原则嘛 不是说因为 呃 挂了两个字 肯选上 所以我就变新党 当新党没落的时候 新党不可能选上的时候 我就变别的政党 当别的政党又不行的时候 我再到另外一个政党 结果最后换来换去 换到跟当时的立场 是180度不一样的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那原来支持你的人 能够支持下去吗 原来反对你的人 今天是当年被你骂 这么反对的 结果今天我还要来投你票 这两边都我觉得都是问题 这个票怎么怎么去投呢 可是这个社会现在不是这样 这个社会就是谁机灵 谁现实 谁现实 对不对 那马上就觉得 哦我们大家 哦这个现在就是换了新了 脑袋也换了新了 大家就觉得 好像年轻人 我真的觉得年轻人 你们的票啊 真的是要好好考虑的 我并不是要你们 一定要怎样 像我们这些老人家们 但是你将来也要有儿女的 对 你将来要去教育下一代的 你教育下一代假设没有真诚 那是真诚两个字 大家送来送去 可是不放在心里 对 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所以嫌疾哦 你如果不能凸显 我们社会要的价值 其实嫌疾带来 它就是变成很龙龙 很郎张 有人刚显上就开始讲说 哎我我要 我要改投其他阵营 我现在换了个新脑袋 我有时候对这些人很感慨 因为过去太熟了 民国85年 新党提名了 国民大会代表 那一阶就是李登辉林阳港 他们在对决的第一次民选啊 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选区啊 赖世宝 李庆岩 季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齐造详 对那时候新党在 台北市有三个选区嘛 这是第三个选区 那这些人我当然都说都跑啊 我记得赖世宝跟李庆岩就是 就是同一届的 现在两个打对台 而且是一篮一立完全打不同样的 是啊 你会不会感慨 我当然感慨 但是赖世宝 但是赖世宝 赖世宝至少他坚持啊 他蓝是还是蓝呢 但是他的对手现在到底是过去我新党陪时 老实说句话 当时我还影响了他 让他还留在新党继续做了两届的 但是你不能说说换就换的啊 得到不能换的这样快的啊 那你还是要有一个立场 现在你的立场我真不晓得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了 对对对 说起来说五党级 但是呢你争取的支持 你将来进到立法院 我只要问 说进到立法院 你是要选哪个立场 是中华民国 还是你将来要追求台湾独立 蔡英文在党部 在民进党党部的时候 叫小猪回家的时候 李静岩是带着小猪上场的 各位就是去伸延他的活动啊 但是我也感慨啊 内乎南港 这边险棘的黄珊珊 过去也是新党啊 不过他后来因为他是清兵党去 清兵党 他到清兵党 所以我后来我也不 从以后就不太评论了 不太评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另外政党的选择 对对对 对不对 但是李确也不知道 李确是一直跟着我们一起的 最后我还帮他继续留在新党里边 他本来也要到清兵党去 那时候跟你一起走嘛 对 那后来留下来了 你至少也做了两任了 那新党这个家 这个这个娘家已经没落了 破落了 你是看了看不 你就马上要跑 这个这个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 那是痛心啊 这等于说陪迟这个年轻人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 있잖아요 市民主席现在讲的,我都还记得 因为刚好二十年前嘛 我那时候在当记者,我就记得李庆年的旗帜 叫做新党纪兵 他那时候原来在十八周刊当彩虹主任 对,我都有印象 就是说,很多事情历历在目 但是我也不免要消遣你一下 因为很多人是你教出来 鬼谷子是春秋战国时代最有谋类的 易主席在立法院过去人称天下第一军师 就是说他的谋类,其实他想得很严啦 鬼谷子都有两个徒弟 一个叫孙兵,一个叫庞坚,你知道吗 两个人走的路是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前面的话题 那我们的政治 当然,你既然说嫌疾要嫌嫌疑人 大家投这张票,你就要看整个台湾的社会价值 我们要怎么样的社会价值嘛 你认为很多投机者,获得社会更大的掌声 坚持的人,到最后默默的越来越低落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扭针 人必须要坚持 任何的人生也好,一个党也好 他一定有起起落落的 但是越变,就等于说谎 要去圆一个谎还要更多的谎 那你假设说我就是如此 我就比较容易以不变应万变嘛 以真诚来对待 所以大家看到说,新党小党 我不怕人家笑我 因为新党虽然小 但是呢,大家又看到我的时候 只有你还坚持到底 那总是一种美言嘛 总是一种认同嘛 对不对 那人本来就是啊 每个人都是盖棺论定 挂了以后,百年以后 人家来决定这个人的位意前嘛 那这个政党也是 我今天新党二十二年下来 多多少时候我还可以跟几个大党平起平坐 为什么?就是一个坚持 就,其实啊 在政坛这种丰丰的意义 而且在媒体 媒体这种一边倒的情力 然后寝 能够坚持的 他其实是非常吵啊 我们选几啊 就是要选一个价值 刚一主席 他刚刚讲到 很多人啊 每天在社会上讲 我要独立 可是真正选总统了 譬如说蔡英文 蔡英文其实是独派的人 他为什么不敢讲台独 他就跟年轻人讲 哎呀,台独就是你们的天然养分啊 那请你现在明明告诉这些年轻人 因为民进党最近有一个影片 叫二十岁人出来投票 很多年轻人说 我们组装台独 为什么不能讲出来 可以啊 你应该叫蔡英文 讲出来 而且叫蔡英文 如果当选了以后 就宣布台湾独立啊 你敢讲 为什么不敢做 对不对 这最简单的啊 但是 敢做 敢当 我觉得 这个 刚刚 新党的一主席教我们非常多 我们等一 欢迎回到灰碟湾独山 我是董事生小董 今天来跟我对谈的是 新党主席一幕名 啊 他其实 今天在联合报 投了一篇书啊 那他讲 很多未来想要执政的人 啊 也不能只垮谈 如何治国 那很多民众呢 啊 他们哀叹的原因 你要去弄清楚啊 所以 你看到了这篇文章 其实是很感慨 因为刚好把这几年的情况 讲出来 主席你是不是这个用意 是 我我我讲 我中间一几句话 非常重要啊 就是说 今天大家知不知道 问题所在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前途 嗯 国家的定位 对 现在就定成说 你你不喊台独 不跟着台独走 你就是卖台 对 那就把这个 那中华民国变成什么了呢 中华民国被借壳了 那中华民国原来的精神 立国精神 对 那全都忘掉了 嗯 大家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是立法院 嗯 立法院到底应该是立法的 是一个大的这个 国家的一个结构啊 之一 那现在这个立法院变成 阻挠了 阻碍了国家竞争力的这个发展 它变成一个 这个不开会的 变成一个乱源 变成随便可以 这个民人 民众就可以进去 霸占的 第三个是媒体 我真的在这里 这也是个媒体 对 我真的是媒体 现在是考虑商业的利益 考虑他那个 政治 政治啊 那不是他自己到底 能不能那些吸收所谓听众嘛 观众啊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 培养出来一批啊 就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真正来评论国事 关心国事 你讲的是名嘴就是了 就是 主要是名嘴 名嘴啊 大家都是觉得那个啊 那么就变成很多的造谣 对 所以政府的决策呢 是跟着媒体走 嗯 其实问题不是太多 就是这些啊 大家看出来没有 看出来 但是这些要选大位的人 有没有人说 我当选以后 我要把媒体导向 要导正的 我国家定位一定要明确说出来 嗯 你假如认为台独是一个自然成分 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那可以 你就是说我都就是走向台独 对对 像我新党的前段时间 我也表达了 人家也有访问我 我说我新党将来就是要把台湾 变成一个非战之区 和平之岛 我不要去做任何人的马牵竹 对 我不要做任何人的打手 但是我要为下一代作响 变成一个乐居的休闲 观光旅游的一个乐园 保导 那你总要说出来 对不对 那你今天没有表达很清楚吗 对 但其实台湾哦 你可以看这几年 就很多人都很会讲啦 啊讲 讲到最后 好像台湾只有独立的声音可以讲 賴清德可以公开在议会讲 我就是独立啊 那 可是花莲的民政处的处长 他说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是要统一啊 他要跟新兵 他在火车站要送走新兵的时候 国家的立场现在是统一啊 这个是宪法规定 结果他被炒游鱼就下台了 因为媒体围剿他 以自由时报为首啊 那你可以看到台湾其实只有独立的声音 有这么多独立的声音要挺蔡英文 没关系 请蔡英文告诉我们 既然大家都要独立 我当想我就宣布台湾独立嘛 讲 讲就要做嘛 主席我其实有时候组织节目我都很分开你知道 因为我每天都在骂人啊 但是 你的心情我可以想象得到 对 我其实是悲愤啊 对 然后我有非常多的 我有非常多的不平 但是 你现在主持一个政党 我主持一个节目 我讲话 我讲什么我自己负责 我政党我也一样 是 那你现在的政党 我 我现在 接下来就要问你啊 你们自己现在的险情评估自己是怎么样 跟其他政党 因为你在幻南里面 你是比较小的党啊 对 小的党呢就是人家说 常常在 哎呀脸书上 哎呀你已经泡沫了啦 还有民主也是说啦 新党不会过啦 什么的 你们说谁你们去说嘛 对不对 那我至少 我现在报纸媒体 我从便如不会过 然后从零点几 现在慢慢慢慢慢慢变成昨天吧 是昨天的苹果日报什么的 至少我都已经三点八了 要进四了嘛 对不对 那这些数字 对我来讲 其实不是我最关心的 我最关心是我在选举过程当中 因为我的主张 因为我的坚持 而能够让选民能把票投下来给我 嗯 这就是我要的嘛 嗯 大家认为我对的 我我常常质疑说 哎今天就算挺住的 对 难道没有百分之几吗 哈哈 然后就算是爱中华民国的 难道没有百分之几吗 对 然后今天这个社会里边 还是有些人坚持的 有同样的性格的人 对不对 大家觉得说 你不了不起 你能够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那总有百分之几是这样的人吗 对 你们把票投下来 我不就一定过吗 对 对不对 那我要尽尽计较是每天去看 那个什么民调了 看那些数字 那我别的事情不要做了 对 所以我很清楚的 不管是多少 我相信今天台湾的选民有一部分人是正直的 对 那么不管过去在这个说谎的骗的社会里边 有人被骗了 但是还有一定百分比的 是不会被骗的 嗯 这些百分比不会被骗的 能够让新党当选 那新党能够真正选出来的一些 能讲话的 敢讲话的 那我想大家也看到了叶玉兰教授 邱玉教授 还有我们沈耀师 还有唐慧玲也说 对 现在年轻一代的名嘴嘛 对不对 那王秉中啊他们 我们没有自己的考虑 我们是考虑的为国聚才 对啊 唐慧玲就是清秀柱的啊 的成员他是洪秀柱的发言人啊 那 而且他啊 非 讲那个东西非常犀利 他常常用妈妈的立场 然后来谈社会的问题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常常一起同台嘛 但是 其实我刚 跟我对谈的是新党的一主席啊 现在台湾的情况啊 他其实非常的险进 那这一次跟过去的情况啊 最不一样的就是 这一次的政党特别多 有18个 哦 新党排在第16 哦 政党票 你要超过5% 才能分到 立委 部分期立委的席次 那 刚刚一主席提到了 叶毅兰排第一 邱毅排第二 哦 然后沈耀司排第三 你可以看到 哦 这一次的政党联力的话 当然他有非常多 包括哦 很多人讲的 什么 时代力量啦 还有过去的台联 啊 还有五党级联盟 哦 清民党 这些小党 你看这一次 如果这样摆发提望的话 下一届立法院搞不好 就是 小党在左右 这个 小党是 你要过这个 过门槛不容易 过门槛不容易 刚才你说的新党排名 那是抽签那个表上面 对对对 十六 十六 但是呢 现在根据大家的反应上 我们在已经在前面了 对对对 在前面 那是得 那是比例 比例 可能的 可能的得票数 那但是呢 你说好 这些小党 到最后过不了的 都没有用嘛 那结果还是能够过门槛的 所以过门槛 我 我对这个预判了啊 但还是有几个小党会过门槛的 那这个 这几个党过门槛就变成立法院的关键少数 对啊 其实啊各位朋友 你手上那一票很重要啦 为什么 因为可能两个大党都没有办法过班数 他必须由小党来结合 你看国外的政党常这样 哪个党结合哪个党 日本啊 或者德国啦 那结合起来 那他们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 但是 你手上的那一张票 如果投错了 那就可能像去年的台北市一样 投出了一个叫柯文哲 他什么事情也不做 他每天讲话 只会讲 不会做 但是 这一次主席还有怎么样的呼吁 我呼吁很简单 大家 出来就 不要不投票嘛 放心出门 不要太闷 每个人在家里还是闷 干脆放心出门投个票 啊 当你要投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蓝的是绿的 那蓝的就投蓝的 绿的就投绿的嘛 对不对 那蓝的就是为了国家嘛 好 保卫这个国家 那么当然 你假如觉得新党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你要愿意